第五单元排列组合 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五单元排列组合 讲排列组合之前 我们要先看一下逻辑的一些概念跟性质 所以我们看讲义的第七十三页 主题 技术原理 那一开始我们介绍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命题 一个叫做底摩根定理 那什么叫做命题呢 其实我们在前面讲到一些 比如说一些题目的计算 他可能在题目的设计上面 他都会讲说若怎样怎样怎样 折怎样怎样怎样 像这样的一个叙述方式 他其实都可以把它称为是一个命题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把它做一个定义 一个可以判断真伪的叙述 可以判断真伪 你可以知道说 这个题目他这样子叙述出来呢 到底是真还是假 一个可以判断真伪的叙述呢 我们称之为命题 好那这边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若三角形ABC的三个边长都相等 若三角形ABC它的三个边长都相等 则三角形ABC为正三角形 好这一种就叫做命题 你看喔若三角形ABC的三个边长都相等 这个东西呢我们称为前提 因为你要一开始假设它是什么情况 若这个情况 则三角形ABC呢它是一个正三角形 那很明显的 正三角形它的三个边长都相等 或者我们讲说三个边长如果都相等的话 那么这个三角形ABC它是一个正三角形 这个当然是一个真的命题 所以可以判断真伪的叙述 那我们就称之为命题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前面有讲到一些时数的运算 所以比如说假设X为时数 假设X为时数 若X小于3则X平方就会小于9 像这样的一个命题 它说假设X为时数 若X小于3则X平方小于9 这个命题对不对 这个应该是不对的 不过这个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陷阱 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对的 那其实不对啦 因为你可以举出反例 比如说如果X是感觉负4 那负4的话负4的平方 负4的平方那当然这个人是16了 所以这个当然就不对 所以像这种可以判断真伪的叙述 我们就称之为命题 那你可以说这种叙述 这种命题方式是对的 所以这种叫做真命题 那这种叙述方式是错的 这种命题方式是错的 这个叫做假命题 这是我们第一个命题的一个概念 那第二个我们讲迪摩根定理 在逻辑上面的迪摩根定理 这个地方其实跟我们等一下要讲的 那个集合的运算里面的那个迪摩根定理 其实观念是一样的 比如说假设这个P跟Q呢 它是两个叙述 像这种 像刚刚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呢 其实我可以把这个当作是P 这个P它其实是一个叙述 那如果说以这个命题来讲 这个P我们还可以称它叫做前提 然后这个Q呢 叫做结论 这个P是前提 这个Q是结论 那假设P跟Q呢 它是两个叙述 那前面这个符号 它是一个否定的符号 这个符号在邏辑上面叫做否定 否定的符号 那如果它是在集合的运算里面呢 它其实这个地方可以用一个Plan 可以用那个Plan的符号来表示 那有时候在打字上面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符号 但是在邏辑上面那个符号 其实也当作否定的意思 那如果P且Q的否定 就是它不是P而且不是Q 不是P跟Q 那它的否定呢 它就会变成 这个符号它叫做投意 或者我们说叫做等价 它就是不是P或者不是Q 那像这一种概念呢 如果我们等一下用集合的图形 那个叫做文式图 如果用文式图来看的话 它应该就会比较明确一点 所以这个符号本定理呢 等一下我们还会在集合这个地方 再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 如果它是P或Q 那把它否定之后呢 它应该就会变成非P而且非Q 就是这个否定呢 它会让且跟或改变它的叙述 改变它的叙述 那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重点 其子三页 集合的运算 那这个地方大概有几个概念 第一个我们讲集合的表示方法 集合的表示法呢 大概有两种 一种叫做列举法 一种叫做描述法 比如说 我丢一个骰子 那丢一个骰子呢 这个骰子的点数 一二三四五六 那假设说这个集合A呢 表示我丢一个骰子 它可能出现个点数 那这个A呢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好 这种我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的 这个我们叫做列举法 第二种叫做描述法 如果这个集合很大 你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列出来 那我们就用描述的方式 比如说 好 假设B呢 这是一个集合 然后这个集合呢 满足 这个可以读作满足 或者叫做适合 都可以 X呢 属于N 这个N是正整数嘛 自然数 那你看哦 正整数它应该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慢慢列举 所以你只好想想想 用描述的方式 那这种我们叫做描述法 好 这个是集合的表示方法 那第二个重点呢 我们要讲的是 好 比如说集合的运算里面常用的 比如说A交集B 我们如果把集合呢 用这种图形来表示 这种图形叫做文式图 那A交集B呢 它就是属于A 而且属于B 所以它应该是在中间这个地方 所以A交集B 我们如果用描述的方式呢 它应该是X属于A 而且X属于B 好 那这个地方 其实这三种运算呢 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其实可以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命题呢 做一个结合 大学学测在以前 还有包括这几年的一些考试里面 有时候它考到一些集合运算的时候 它有时候会加上一些逻辑的概念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命题里面 若X属于A交集B 则X属于A 同学你看一下 这样的命题 真还是假 这个命题真还是假 真 它应该是真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如果X属于A交集B 它是这一块 那这个A交集B 它应该会包含在这个A里面 包含在这个集合里面 所以如果X属于A交集B的话 它应该是X属于A 这样的叙述 这样的命题 它应该是对的 因为这个A交集B 应该是包含在这个A里面 所以这样的命题应该是真 所以如果它把这个概念 放在我们多选题的选项里面 这个我们就要小心了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它可以跟逻辑做一些结合 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 好 那这个是交集 同样的 如果它今天是考廉集 或者是X集 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从文字上的定义 或者是从图形上面 我们就可以拿来理解 比如说这个是集合A 这个是集合B 那A连集B 就是属于A或者是属于B 所以它应该是两个都可以 这个A连集B 它应该就是X属于A 或者X属于B 这个是连集的运算 好 第四个是X集 这个要读做X集 不是减 不是用集合A-B 特别是我们在算个数的时候 这个地方不要计算作物 所谓的X集 它是属于A 但是不属于B 好 如果用图形上来看的话 那应该就很明显 你说这个是A 这个是B 那A叉集B呢 它应该是X属于A 但是 X不属于B 好 所以它应该就是只有这一块而已 属于A 但是不属于B 所以如果你要算个数的话 应该是用A的个数扣掉A交集B的个数 这个是X集的运算 那最后一个 我们看 余集 或者叫做补集 就是一个符号 比如说这是我们全部的集合 这个语集呢 我们用U这个符号来表示 那如果这个全部的集合里面呢 有一个比较小的集合叫做A 那我今天讲说A' A'如果说用中文来描述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它不属于A A'就是X不属于A 那这个是A集合 不属于A应该就是在它的外 所以这个呢 它可以用全部的集合来扣掉 A集合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这个是集合的运算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重点 我们讲取舍原理 那取舍原理呢 它也可以称为排容原理 开始要计算一些个数 这个N呢代表要算个数 比如说A或B属于A或B的个数 在这个我们刚刚讲到集合的运算里面 有一个叫做连几嘛 那如果今天我要算A连几B的个数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图形 这个U呢是全部的语集 那这个是A这个是B 属于A或B 我们可以从这个图形得到说 它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A的个数 加上B的个数 扣掉 很明显的A的个数跟B的个数 加起来之后呢 中间这一块应该是重复算 所以你要把它扣回来 这个观念呢 我们叫做取舍原理 那同理呢 我如果今天把它推广到 比如说三个集合 这个是A B C 三个集合 那属于A或B或C 那它的运算 这个应该就是A的个数 加上B的个数 加上C的个数 那同样的 你把A跟B加起来之后呢 这个A交集B是不是重复了 所以把它扣回来 然后呢 B交集C也重复了 重复了一次 再扣掉A交集C 但是你再扣掉这一块 扣掉这一块 再扣掉这一块的时候呢 中间这一块又重复扣掉了 所以再把它加回来 这是A交集B交集C 这个叫做取舍原理 最后一个我们讲第五个重点 叫做迪摩根定理 这个是集合的迪摩根定理 那其实跟我们逻辑上的迪摩根定理 它其实是一样的 那这两个观念呢 其实你也可以一起看 好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用集合来表示 A连级B的prime 这个prime是语集嘛 或者叫做谷集 我们如果从文式谷来看 比如说这个是全部的集合 这是语集 然后呢 A或B A连级B本来是 这两块 本来是这两块 那不是A连级B 它应该是观念这一块 那这个地方呢 有两个处理方式 比如说你可以用全部的集合 扣掉A连级B嘛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看 全部的集合扣掉A连级B 因为不是A连级B 就是用全部扣掉A连级B 那你也可以这样看哦 因为 以摩根定理 连级有一点像 扣扣我们刚刚逻辑上面的扣 那这个扣呢 如果你把它否定的话 它应该会变成 不是A 而且不是B 这个连级 它会变成交集 好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如果A 因为A是空心的嘛 如果说以这个地方来看 A里面的话它是空心的 那不是A呢 不是A应该是外部 当然包括这个地方 同理如果不是B的话 不是B应该是B的外部 但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交集嘛 所以不是A而且不是B 如果你求它的交集呢 它应该就是用全部扣掉这个地方 它应该就是外部这里 那同学也可以再重新画一个图形 你可以用不同颜色的比 比如说这个是A 那这个是B 不是A呢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不是B呢 不是B应该是在这里 那如果你看这个图形呢 有蓝色的 有蓝色的曲线跟红色的曲线 这个文字叫重叠的部分 有蓝色的跟红色的重叠的部分 应该就是外面这一块 所以连级它的否定 它就会变成交集 不是A而且不是B 这个跟我们刚刚在逻辑上面讲的 或它的否定会变成切 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那同样的道理呢 如果今天是A交集B的否定 或者说A交集B的余级 你可以用全部扣掉A交集BR 那你也可以用不是A 或者不是B来表示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图形 A交集B本来应该是中间这一块 那A交集B的Prime 就是它的余级嘛 所以它应该是这一块 好 A交集B 那不是A交集B应该是全部 所以它应该是不是A 或者不是B 这个关系我们叫做Demogen定理 好 讲完刚刚的概念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经典的范例 这个范例在74页 数A的话74页 范例1 如果我看数B的话是在87页 类体的第一题 这是一个经典的范例 那我们先看这个题目的叙述 它说假设学校规定呢 满足两个条件 才可以选模范生 模范生呢 必须要符合这两个条件 哪两个条件呢 它说国文或英文 排列组合里面的题目 或者我们讲到逻辑的题目 集合的运算 每一个字其实都很重要 因为像逻辑 大概就是或跟且 这个地方的概念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国文或英文的成绩呢 要70分以上 包括70分 那第二个呢 是数学的成绩要及格 好 它说 模范生要符合这个条件 然后呢 它说已知呢 小文某一个人 他的国文成绩只有65分 而且呢 他不符合参加模范生的资格 那么请问下列的推论 哪一个是正确的 这个题目它是一个单选题 那它用到一些集合的概念 跟逻辑的一个判断 好 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里面它有国文成绩 有英文成绩 还有所谓的数学成绩嘛 所以我就把这个国文英文数学呢 当作是三个集合 好 比如说 国文A这个集合呢 代表国文 70分 以上 那 B呢 那 B呢 代表英文 70分以上 这两个集合 然后 C呢 这个代表数学及格 那可以参加模范生的选拔 要符合这两个条件嘛 那这个集合要怎么列 A 国文或英文 国文或英文要70分以上 所以它应该是 A 连级 B 国文或 或的话就是连级 然后呢 数学要及格 而且 数学要及格 对不对 所以 如果符合模范生的资格的话 应该是这样子 A 连级 B 交级 C 可是呢 它说小文不符合资格嘛 因此小文的运算 应该是这个集合的什么 它的余集 或者叫做补集 就是不是这个东西 不是它 好 那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当作是一个集合 这里当作是一个集合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利用到 所谓的Demogen定理 这个且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 X 交集 Y 的答案 所以它应该变成 A 连级 B 的答案 连级 C 答案 按照Demogen定理 X 交集 Y 的答案 应该就是 S 答案 连级 Y 答案 所以呢 我再把这个地方 再做一个 Demogen定理 A 连级 B 的答案 它应该就是 A 答案 交集 B 答案 然后呢 再连级 C 答案 所以最后的符号 你如果说用集合的符号来看的话 最后的结果应该是这个 那这个结果我们如果套上中文 中文的叙述应该怎么表示呢 这个 A 答案 国文70分以上这个集合叫做 A 嘛 那 A 答案是不是代表 国文70分以下 所以国文70分以下 而且呢 英文也要70分以下 B 答案就是英文70分以下 或者数学不及格 所以如果我把中文套上来 套上这个符号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选项里面选到 所以小文的英文成绩应该没有达到70分 然后呢 数学呢 应该是怎样 也不及格 而且这个地方应该是或 这个连级 这个连级它是或 所以我们的答案应该是选第五个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要算一些个数 就是开始要建筑一些个数的运算 那我们要算一些比如说集合的个数的时候呢 大概会用到这两个方法 一个叫做加法原理 一个叫做成法原理 那其实通常遇到这个地方呢 同学大致上 有时候刚开始在学的时候都会想说 什么题目要用加法原理 什么题目要用成法原理 它其实不应该这样分啦 大部分的题目呢 在排列组合里面的运算呢 它大概都是成法原理跟加法原理 把它混在一起的 那如果说要从名词上的定义来看呢 我们大致上可以这样子看 什么叫做加法原理 比如说假设你要完成一件事情 它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其实它有点像树形图 像树状图 比如说这是第一种方式 这是第二种方式 你要完成一件事情 它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那第一种方式呢 它有M种方法 你要完成 你用这种方式来完成这件事情 它分别有M种方法 然后呢 你用第二种方式呢 要完成这件事情 它有M种方法 那么你如果要完成这件事情呢 你就会有所谓的M加M种方法 这个就是加法原理 就是说你这个在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用不同的方式 那这个不同的方式呢 彼此是不相关的 彼此是互次的 如果说从集合的名词来看 它大概就是互次的 那这个有时候我们会用树形图 来做一些表示 这个就是加法原理 因为你选择这种方式 跟选择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 是分开的 那你就把这两种方法把它加起来 那当然如果说它有三种方式 四种方式 那什么叫做惩罚原理呢 如果你要完成一件事情呢 它有K个步骤 也就是说 假设你要完成这件事情 你要完成这件事情 你有第一种步骤 这个步骤完成之后呢 还要有第二个步骤 这些步骤呢 它是连续的 感觉上它是环环相扣 这样的感觉 比如说你要完成这件事情 它第一个步骤完成之后呢 还有第二个步骤 甚至还有第三个步骤 以此类推 那比如说你用第一个步骤呢 它有M1种方法 完成第二个步骤呢 它有M2种方法 以此类推 那么假设它叫做MK 完成一件事情 它有K个步骤呢 而且这K个步骤呢 要依序完成 第一个完成之后 要完成第二个 第二个完成之后 完成第三个 以此类推 那么它的方法 全部的方法就是M1乘上M2乘上... 10.0.0.4 这个叫做 dating 不过通常我们在考虑排列组合的屏幕 他其实是加法跟成本 他其实是把它混在一起的 OK 那简接着我们来看一个范例 来说明刚刚我们讲的观念 我们看奖励的76页范例2 范例2这个题目 它有把题目的方法稍微叙述一下 它说假设有一个5 这个数字5 那它有几种不同的组合方式 那这种题目大概就是 我们按照它题目的条件 它的叙述 然后来找我们所要求的那个答案 它说好 这个5呢 它可以写成一个5 它也可以用两个数字来表示 比如说这个5呢 也可以用4加1 然后3加2 不过呢 它题目有说明 像这个4加1跟1加4 算同一个方法 那同样的像3加2加3算同一种方法 所以这样子算一个 个别算一个 所以它说这个5呢 可以用5来表示单1 然后两个4加1 3加2 然后也可以用3个 比如3加1加1 然后2加2加1 也可以用4个 也可以用4个的 比如说再把它拆开 2加1加1加1 然后呢 也可以全部都用1来表示 然后它说呢 这个5 它的数字表示方式呢 它的组合方式 总共有7种 看一下 1 2 3 4 5 6 7嘛 它说这样有7种方法 那很明显 因为我们在组合的过程当中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慢慢算 所以它不是用相乘的方式 它是分别把它数出来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一个 简单的加法原理嘛 那它说 假设现在有一个整数 这个整数6呢 它要求这个 整数6 它总共有几种组合的方式 那这个题目当然就是 你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 就可以了 它是一个列举法 你要逐一的把它列举出来 那一样嘛 你开始比如说 你用一个6 然后呢 5加1 用两个数的 然后4加2 然后3加3 这是用一个的 然后用一个数字的就只有6 那用两个数字呢 5加1 4加2 3加3 那两个数字的还有没有 你如果用2加4 那按照刚刚题目讲的 4加2跟2加4 它其实是这样的 那5加1跟1加5 应该也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说今天要用三个数字的 那就包括 4加1加1 好一直可以用 好 比如说5 4加1加1 然后呢 3加2加1 然后2加2加2 然后这边 不可以再猜出来 这是三个数字的 4加1加1 3加2加1 3加2加1 然后2加2加2 3个数字的应该没有了吧 然后再来是不是用4个数字的 然后看看5个数字的 然后6个数字的 一直把它列出来 所以像这种题目大概就在考所谓的耐心吧 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 应该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把它列出来呢 它总共有11个 总共有11个答案 11种组合 OK OK